Volivian 正宗 郑成功是明末清初的军事家 民族英雄 父亲郑之龙是海商级海盗之首领 然而他的生母亲却视为日本女人 郑成功是个终日混血儿 郑之龙又习海士 18岁时往广东襄山投靠母旧皇城 后随大海商李旦航海到日本 骆驼一帮的郑之龙处于穷困之际 却以姓与田川市为转机 田川氏是个乐于助人而有眼力的日本妇女 他看出穷穷的郑志龙是个有为的青年 终于以身相许 1623年 田川氏与郑志龙结为连历 婚后 田川氏热爱丈夫 其父一代郑志龙如此 郑志龙由此结束了落魄生涯 成为他起家发迹的起点 婚后郑志龙有长期移居贫户 置两幢房子 一幢让妻儿居住 一幢供奉妈祖 婚后第二年7月14日 田川氏于平户河内 普千里滨海边大石旁生意男儿 取名福松 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郑志龙 那个大石块儿呼为二代石 从郑志龙出生满月的那一天起 郑志龙就离开日本前往台湾 继续从事海商贸易的郑志龙 因细而留在日本 经常轻率船队前往街上探访 这期间 郑志龙由母亲一手抚育 自幼受教 敬老孙贤 孝顺父母 友善待人 养成了良好的品德 田川氏还教育他 热爱自己的国家 长大要报孝祖国 他既是良母又是导师 为把儿子成功培养成能文能武的人 让他识汉字 读中国书 并送他到武士花坊 某某家学习双刀法 明崇祯元年九月 郑志龙接受明朝朝府之后 因平海盗 抗击荷兰侵略者立了功 升迁福建总兵 崇祯三年 七岁的郑成功 随前往迎接的唐叔父 知恶 承传回中国 田川氏被日本德川幕府 以日女不入中原为由 而截留在日本 年底 田川氏生下次子 七左卫门 郑成功回国后 居安平镇 他没有忘记 母亲田川氏的教导与期望 认真读春秋 左传和孙子兵法等书 经常习剑练武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 由于秦都 帝武 成为一个替唐大志 爱国 志勇的青年 成为坚持在东南半壁 领导抗清 并跨海驱逐河南殖民者 胜利收复台湾 结束赫赫公爹的民族英雄 1645年秋 七左卫门15岁时 郑之龙再次派人 致信请田川氏母子 来中国与家人团聚 田川氏十分高兴 并准备启程 但又遭日方阻挠 经田川氏据理力争 日方以田川氏 若遇到中国 其次子七左卫门 需留在日本为条件 方许称行 企图以母子难以割舍之情 迫使田川氏 放弃来中国的念头 但田川氏权衡利弊 想起丈夫及儿子的事业 正在开辟之际 需他服侍成婚 在不能求权的情况下 以大举为重 忍痛割爱 只身来中国 1645年 田川氏从日本航海 来到泉州府安平镇 同丈夫与儿子团聚 当时唐王朱玉健 流亡在福州籍地位 唐王以郑之龙 拥戴建立龙武政权有功 封平国公 田川氏为浩命一品夫人 诗人尊称她为翁太夫人 1646年 新朝多罗贝勒伯洛 率军大局入民 龙武帝被清兵服杀 郑之龙投降清朝 11月30日 清故山寒代驱兵至安平 纵兵烧杀抢劫 田川氏迅难 足年45岁 郑宠弓箭生母死于非命 国破家亡 愤然纠重起兵 实施海上 率领东南军民 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抗亲斗争 并驱逐荷兰亲略者 收复祖国领土台湾 奋战16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